刚才我们介绍您的时候 眼前一亮就是在我说到再生 对 这个再生两个字 看着挺玄乎的 所以您是维修古建筑的 不是 您是打造古街区的 也不是 那这是怎么理解这个 历史环境再生 好啊 我觉得首先我们肯定要遇到一个 一个关键词 就是第一个就是遗产 那么怎么会今天大家都会提遗产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 对 可以说方兴计费太多的东西 能给你stability那样的东西 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都在找 有没有有定列的东西 有 就是遗产 遗产 这个遗产呢 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建筑的遗产 城市的遗产 还有景观的遗产 这是跟我们专业直接相关的 第二个我要讲风土 就是您刚讲的 您在广东的经历 其实你待的那个地方 都有不同味道的文化 这就是风 风土 风土的风 就跟那个诗经里边那个国风 诗经 对 您讲的非常对 各个地方的 诗经讲风雅颂 建筑也有自己的风雅颂 有风雅的建筑 有风土的建筑 那土是什么呢 土就是承托风的那个地方 你能感受它的味道 无论是它的饮食 它的就是它的食物 它的建筑 它的用品用具 都会有那种这个地方 特有的 能够影响你的文化记忆的东西 仿佛闻到了热干面的味道 你闻到热干面来了 太对了 太对了 就是那个东西 这就叫风土 遗产如果消亡了 你把它拆掉 它就没有了 如果它还在 但大部分都衰落了 那么我就要说到再生 再生四个字 流改拆拼 一个叫留 留下什么呢 我们能把所有过去的东西 都留下吗 不现实 不可能 任何一个时代 都不可能把自己的东西 都留下 我在欧洲 去游览他们的城市的时候 一个教授陪着我 他说我带你看一个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我说你们这不是满街都是吗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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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我就找 在大街小街 原来欧洲满街 也都是房古建筑 房古建筑为主 你们要知道 为什么是这样的 就文艺复兴留下 那就很稀罕了 巴黎满街的 都是那个 感觉圈 所谓的古典主义 其实那是新古典的建筑的外皮 它的内部已经是现代建筑 那有没有古建筑 有啊 巴黎圣母院 卢福尔宫 这是 但是其他的那个 大量性的那个建筑 都是实际改造后的 所以我就说再生的 第一个是留 第二个是改 就是它留下来 它一定要改造 那么哪些怎么改造 就是说 我们就是根据它 有没有法律身份 比如它是文物保护单位 你说我要改造它 对不起 你离我们文物远点 文物保护器 对我们这些建筑师 他们是很警惕的 他们是要非常严厉地 监督这个 文物保护单位的修复 所以这个改要看身份 第三个是拆 拆什么呢 是拆那些违章建筑 拆那些棚户 但是你不能说 这是一个老街区 它没有保护身份 我能不能都拆呢 不可以 今天国家有规定的 你对一个老区的改造 你只能拆20% 就是你不能拆 当然是平均而言 也就是说老区改造 也依然是要 以改造为一种 拆是要谨慎的 最后一个就叫拼 也就是拼贴的拼 这个拼贴的思想 在建筑学里面 现在越来越盛行 你在这个城市里走 行走 你去欣赏它的大街小巷 你会看到不同时期的建筑 我把它概括为八个字 就是新旧共生 和而不同 我做的基本上都是再生工程 而且是马拉松式的再生 这种流改拆拼 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做出来的 我最长的一个就是13年了 是什么海口的骑楼老街 13年还没修完的一条街 是五条半街 是一个街区 那就应该带着骄傲的心情 13年还没修完的五条半街 你看 大家看 这是修好的 这个海口骑楼老街 它是南洋风 是西方的影响 到了东南亚 再销到我们这儿 骑楼就是说 人行道在建筑里面 这叫骑廊 上面是建筑 底下是空的 下雨刮风 你照样可以在里边行走 全天候的 摆摊 还可以做生意 在那边 对 海口骑楼老街 它从规模上 从质量上 应该是中国最有名的 最有代表性的 骑楼街区 其他地方也有 广东也有 您可能有一点记忆的 对 还有那个修以前的 这个更像 我小时候见过的样子 就黑乎乎的 然后电线横在天上 对 是的 是的 而且招牌是出建筑的 对 对 对 挑出很多 对 三十年前 我带队去过这个测绘 包括我第一次用录像机 去录像就是在 就是骑楼老街 然后我在那个街边上 就洗照片 就中山路上 居然那个开店的老板问我 你是在哪个国家 拍的这个照片 我就吃一惊 我说他一定是外地 来做生意的 他怎么就不抬头 看一看那个丰富的 就是他身边 巴洛克的那个门脸呢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说 把这个街 硬是给他保留下来 没有去动他的那个本顶 也就是说他基本的 原来的那个 我们的文化记忆 他是加强了 而不是减弱了 我们做的工作 就是要加强 让更多的人来体会体验 感谢观优优独播放 谢谢观看